而台北松江福论社也结合花莲县慈修基善协会 启动了岁末年中关怀弱势家庭活动 特别前往了花莲市简安厢来 为访弱势身杖家庭独居长辈 还有弱势家庭治政联菜 希望大家可以好过冬 台北松江福论社和慈修基善协会 常年合作社会服务 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关注花莲偏向弱势 而随着农历年节即将到来 社长王道德带着社友的爱心 前往花莲市简安厢的弱势身长家庭 独居长辈制政年菜 希望他们在寒冬的冬天 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受住家庭再见到有这么多人来关心 并收到送来的丰富年菜相当感动 我们特别去挑选 这个乌骨鸡干贝人生乌骨鸡 这个可以补元气的 台北松江福人社 十多年来大概从102年到现在 跟花莲的持修基善协会 大家一起共结善缘 一起为这个社会尽点努力 本着人道关怀 行善天下的一个理念 大家在这十多年来 我们每年都会过来这边 做我们的一些社会服务 我们除了说在做这个居家的修缮之外 能够在能够在这个佳节的前夕 能够给我们这些花年的乡亲们 大家都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年 这也是我们的期许 也是希望 持修基善协会理事长施惠平 感谢台北松江福人社特地选 在年前进行爱心年菜 温馨送服务 在这个经济严峻的时刻 帮助弱势家庭可以好好过个年 也希望更多民众一起来引善传爱 将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